起跑喇叭一响 跑者们马上冲过拱门 周六好天气 民众党举办路跑活动 号召大家强身健体 气势最强的 还属蔡壁如致辞时 怒杠北景跟媒体 这样子毁灭台湾民众党 毁灭柯文哲 他是要团灭台湾民众党吗 我现在再去跟全国呼吁 去看镜电视 去看镜周刊 每一周一个爆料 没有人能够拿他什么样 毁人人格 让人每个人都造成 社会性的死亡 蔡壁如边讲台下小草边喝彩 受不了被周刊点名涉入 净化成案 离他说喊要提告 已经过了好几天 有具体动作了吗 只需乌勇 然后毁人人格的事件 我决定要告他 昨天有到台北来 跟台北的律师讨论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是 在预告的状态 如果真的没有收到 朱雅虎所传的简讯 该告就告啊 为什么喊得很大声 却不敢提告呢 是不是就是自己心虚了 议员质疑 蔡壁如几次喊告 都是外界追问进度 他才终于出手 敢说不敢做 就是心虚的证据 而这场活动 民众党说破千人参与 外界解读是在柯文哲 不在时凝聚向心力 以衡量还有多少人气 柯文哲主席在竞选总统的时候 他也提出了体育强 生前名健身这样子的理念 那对台湾民众党而言 政治就是落实在每一天的生活 民众党办路跑 人越来越少 相关的市政出来之后 其实对小草来讲 其实是越来越伤心 给了柯文哲两百万 而这两百万的现金 到底跑到哪里去 没有在民众党的政治现金里面 那就是在柯文哲的手上 证实了柯文哲的USB上面 人跟金额就是钱 简出培指出 越来越多证据 戳破柯文哲的青年假象 波及整个党的社会信用 也让小草的参与度大不如前 民新闻综合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